Google試算表的使用方式 大概因為其他 它跟Excel的試算表其實還蠻多是一樣的 所以一樣的部分 大概我們就不用太多敘述了 那不一樣的地方有哪一些 我大概說明一下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範例檔案裡面的第一個範例先丟上去 把它傳上去 那我為什麼把它丟上去 我好像丟到我雲端的tamp OK 然後將來你要開的話就把它點兩下 最大的差別 傳上去的話就是這個圖示 所以你們看一下 如果你丟上去的圖示 假如是十字的加號的話 那表示它已經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如果它是XX的話 那表示它還是Excel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一定要把它轉換 轉換的方法我剛好提到 就是你要在齒輪的地方找到設定 記得這邊把它打勾這樣就可以 那當然除了說 Google試算表對應到Excel之外 其實將來 你們的Wall檔案 傳上去它會變成Google的文件 那如果PPT的話 傳上去它會變成Google簡報 那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同樣的方法 其他我就不贅述了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自己用最多的 其他像Google簡報的部分 主要用它哪個功能呢 因為主要我印象中就是說 Google簡報裡面 因為在PPT裡面好像要轉換成PDF檔 比較沒那麼 我那個版本好像沒有轉PDF 所以我常用的就是說 把那個PPT的簡報檔 傳到Google上面去 那Google簡報裡面的話 它可以幫我下載編成PDF 而且檔案非常的小 所以這個當然有其他應用 那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傳上去之後的話 把這個檔案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也許各位可以練習看看 因為早上的課其實我也是用這個範例 那只是說兩箱比對一下 比如說如果你會用Excel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這個上面 試試看用什麼 用那個Google的試算表試做看看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的話 比如說像幾顆星 跟它的銷售量有關 只要它的銷售量超過100的話 那就給一顆星 200那給兩顆星 因為它後面尾數不要 4就是400 然後就是4顆星 如果沒有超過100 那就沒有星 4個 也就是4個 當然不是叫你用圖擺鏈貼的 那不對 那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的話可以用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REPT 一個函數叫INT 所以如果在Google試算表裡面怎麼做 當然跟Excel最大的差別 是Excel你可以這邊插入函數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有沒有 但是呢 在Google試算表沒有這個東西 那怎麼辦 你要全部自己打 所以我是覺得 難度上面比起來的話 其實呢 Google試算表會相對比較困難一點點 變成說你沒有像Excel可以跳出一個視窗 還可以看一下說明 沒有 不過也還好啦 那實習習慣問題 那怎麼做 一樣嘛 你要自己打 那怎麼打 等於 然後後面的話你打一個REPT 它也會提示 而且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按Tab可以接受建議 我們沒有要建議 那它我覺得比Excel來得更友善的地方 好像是底下這邊說明是中文 不過Excel好像也是中文 算了 OK 好 按錢瓜糊 再來的話呢 要跟它講說重複什麼 重複這個信號 所以點它一下 然後豆點 重複幾次 不過它好像都沒有提示 其實在Excel裡面它會提示 第一個它會提示 這個地方第一個要重複的文字 第二個的話要重複的次數 不過因為我們用過Excel 應該是一樣的 那重複的次數的話就是這個 銷售量 但是銷售量是158 不對啊 158的話 那就變158顆星了 那我其實是100給一顆 所以後面的話除以多少 除100 OK 那除100之後的話 其實它得到的結果 結果應該是多少 1.58 除以100 那理論上這邊呢 它的信號應該是 自動捨去小數點 所以如果你要自動捨去小數點的話 還要再加上一個函數叫INT 所以請你把這個外面包一個INT 包在那個B3除以100的外面 把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刮鬍起來 其實它這個加個INT 主要的作用是 把1.58 加上INT之後的話 它就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1了 那.58就不見了 那什麼意思呢 INT實際上就是 一個所謂的取整數函數 小數點後面的自動把它刪掉 留下整數的 所以整數的話就是一顆心的意思 當然跟各位講 這一題的話 其實你不架INT 其實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因為架INT 觀念會比較正確 OK 好 那按個ENTER ENTER之後的話 那你要考慮一點 你ENTER之後的話 一顆心 那當然一般習慣是向下填滿 不過它好像會自動填滿 它會有個問題 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幫你把什麼呢 CE的這個1的位置有沒有 自動幫你加1 加1就變成下面不對 要鎖起來 所以記得在CE的前面 這樣一個前的無號 OK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ENTER 它沒有打勾啦 也是有習慣是打勾 沒有的話就ENTER 那你再把它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OK的 這樣就沒問題 就心耗就出現了 那你會發現 當然這個稍微體會 就是跟Eseal之間的差別 那其實你會發現 最大的差別 就是跳出那個視窗 那所以 不過假如說你可以慢慢習慣的話 我是覺得刀也是無傷大忧 另外有一點 就是說它裡面這個函數的名稱 其實你打大寫打小寫都可以 像我全部都打小寫 它其實也沒什麼影響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像Lapt Lapt是取右邊的 Right是取左邊的 然後LEN跟Mid Mid是取中間的 這邊其實也可以自己稍微試試看 最後其實還有一個 這個手機的練習 主要是什麼 把這幾個號碼串在一起 變成這樣的格式 當然前面一定要09 0911 一個減的符號 如果不足3碼的話 要補0 可是問題要怎麼補0 所以補0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交給REPD 所以剛剛列寫REPD 另外還有LEN LEN主要就是說算它裡面幾個字 也就是它不足3個字 就幫我補幾個0 可是問題這個邏輯 該如何想 這個請各位想想看 當然除了REPD之外 如果你不會LEN的話 你也可以切到LEN 最上面這邊有個範例 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當然身分字號一定要是10個字 所以你可以等於LEN 前刮弧 算一下這個儲存殼 後刮弧 然後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會產生它的字數 不過我覺得它還蠻聰明的 自動填滿 它問你說你是不是要自動幫 把底下的公式填滿 填到這裡應該可以打勾一下 不過這多出來 Ctrl 字以下 Ctrl 字以下 Ctrl 字以下 也許自己再填滿 它好像填到超過的位置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算這兩個基本上是錯誤的 所以你可以把長度錯誤的部分抓出來 當然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可以透過REPD加LEN 可以得到補幾個0的 這個問題的解決的話 我應該怎麼去下這個公式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按摩 看